哈囉大家好,我是FoodExpert Chee,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今天呢,我們要來講的東西跟中秋節有關係 這是我第三支中文影片 第二支開箱影片 而今天的開箱,我剛剛已經講了喔 跟什麼有關? 對,跟中秋節有關係 中秋節, in English, we call it Mid Autumn Festival or Moon Festival 中秋節,英文我們叫做 Mid Autumn Festival Mid Autumn Festival or 或者是你也可以說 Moon Festival Moon Festival 今天我們要來開箱的是 由全聯福利中心推出的 一樣非常可愛的 中秋饗宴特別的食物 那我們今天呢,要開箱以前 我們一日往常的要來禱告一下 那這樣禱告完 我們就可以來試試囉 跟各位一起禱告吧 Amen 好,那我們今天呢,要開箱的東西 我覺得超級無敵可愛的 在這裡 它是和風玉兔麻糬 而且你們看不清楚喔 這邊是中秋享樂禮 非常可愛,兩隻兔兔 這兩隻兔子呢 是35元 這樣平均一隻大概17塊多 十七零五 我覺得如果它好吃的話 其實我覺得很划算 而且它真的長得超可愛的 你看它完全就是兩隻超可愛的兔子 好 那在開始以前我們先看一下它的 它的這個 ingredients 它的成分 成分英文我們叫 ingredients ingredients 其實我很喜歡吃全年的甜點 可是我覺得全年的甜點 有一點讓我比較乾淨的就是 它的成分都很複雜 那成分越複雜 代表其實這個食物越不單純 越不是那麼的 我也不知道 算不健康嗎 反正我就是希望全年再推出 這個甜點之餘 可以稍微顧慮一下 就是說 成分 可以用比較 比較 稍微少一點 就是至少我們吃到的東西 是比較天然一點點的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3 2 1 很可愛耶 你看見了嗎 它完全就是一隻兔子耶 而且它好軟 好像真的兔子 天啊它真的軟到爆耶 怎麼這麼軟 天啊它長得好可愛喔 你看 它就是一隻好軟的兔子喔 我的天啊 他們到底怎麼做的啊 其實說真的 因為它真的很軟 我摸 我覺得摸起來有點恐怖 你在摸真的兔子 天啊好可愛 好 那它這兔子就是長這樣 它完全就是麻糬 好香喔 Cheers 我要咬 我要從它咬 我從它鼻骨咬好了 這樣比較不會那麼可怕 嗯 嗯 它裡面是紅豆的 它裡面紅豆餡長這樣 如果啊 如果甜度滿分是十分的話 我覺得這一款很特別 它的甜度大概是 三四分左右 所以其實它的甜度算滿低的 它其實沒有很甜 可是你可以吃到那個裡面 就是紅豆餡那種 有點沙沙的口感 那重點是你還可以吃到紅豆顆粒 紅豆顆粒我覺得還滿不錯的 而且它紅豆滿多的 就是 我所謂很多 就是那個顆粒滿大顆 然後 滿多顆的 但其實你可以看得出來 就是它的餅皮還是偏厚 不過這是麻雞 麻雞本來就是餅皮會稍微厚一點 所以這個我覺得很OK 然後呢 其實你們如果注意看的話 這隻兔兔其實少了一顆眼珠 已經很簡單 我剛剛拔了它的眼珠 起來吃一下 你看啊 這是它的另一顆眼珠 對不起 有點殘忍 請愛護動物 請愛護動物 請保護動物 這是 巧克力 它那種 一碰到嘴巴 跟路一改變 馬上它就會融化那種 因為它非常小顆 所以其實吃不太到巧克力的味道 但是我覺得它非常非常的可愛 而且因為它有軟色 所以它的眼珠子 其實還是紅色的 嗯 我覺得其實這款 就是它是一個淡淡的 紅豆味道 然後它的皮非常的Q 它皮其實皮 皮 其實本身 應該是很特別的味道 它其實就是增加一個口感 然後就是一個外皮的一個 就是一個功能 所以我覺得 其實這款 還滿值得賣的 所以如果你是 其實像我這樣 就是常常覺得吃很多月餅 很膩啊 就是沒有那麼喜歡的話 其實我覺得你可以考慮 大家在吃月餅的時候買這個 或是你可以買幾盒這個 然後把它擺在盤子上面 跟全家一起吃 我覺得都還不錯 而且它這樣兩顆 才35塊 一顆十幾塊 其實跟很多月餅比起來 其實算比較便宜的 我覺得這個可以 嗯 這個其實我真的覺得可以 嗯 不要說取代月餅 可是我覺得這個 在中秋節的時候吃也不錯 而且它的造型完全就是符合中秋節的那種兔子 只是說 你在碰到 那個 兔子的當下 你可能會覺得 真實感真的是有一點點下 就是它甚至後面這個小尾巴都躲到了 我就覺得 好真喔 就是摸它的時候 覺得它真的是兔兔欸 有點恐怖這一點 可是 其實它真的算很可愛一款 我覺得真的可以買 這支影片大概就到這邊 我覺得那支兔兔真的真的很值得買 如果打分數的話 滿分10分 我們給它 8.5分 我覺得 這款真的還滿值得買 而且 如果送禮的話 也還不錯 所以 推薦兔兔給大家 這款真的 我覺得很值得買 注意 不是業配喔 這款我真的覺得還不錯 好 那今天的影片呢 就到這邊 如果你喜歡的話 請你幫我按個讚 注意喔 麻煩你一定要一定要一定要 一定要幫我訂閱這個頻道 因為目前其實我訂閱人數 嗯 算多 麻 我希望這年底之前 我可以拿到一千個訂閱 麻煩大家 拜託拜託喔 如果你喜歡這支影片 有一點點喜歡這個頻道的話 麻煩你麻煩你麻煩你 幫我按個訂閱 真的會讓我非常非常非常的開心 那至於那些已經訂閱的朋友們 謝謝你們的愛 我是FoodExpert Chee 我真的有衷的謝謝你 謝謝你給我那麼一點點的支持也好 很多的支持也好 反正 只要你來過我的頻道 我覺得已經非常開心了 謝謝你們 那如果呢 你想要告訴我的話 我真的很想知道 你們中秋節計畫是什麼 麻煩你留言在下面 中文英文我都看得懂 對 我都看得懂 即使你寫其他的語言 我也可以用Google翻譯喔 那 祝福你們 大家對我們美好的中秋佳節 Happy Moon Festival Happy Mid Autumn Festival Happy Mid Autumn Festival See you guys next time 我們下次見囉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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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大家彰秋愉快 再見囉 Bye Bye MING PAO TORONT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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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